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月28日星期五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慧 跟大家讲讲今天的时事热话 今天会是我主持今天焦点 在牛年最后一集 因为下周一就请假 等周庸顶上了 我要等到苦年年初四 今天焦点才周天慧再跟大家见面 今天主要跟大家讲的 想讲讲警队的连结记者会 以及要讲讲疫苗气泡 香港警队平时在背后默默耕耘 大家都知道 其实他们做了很多事 都是不说你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自己一向都很支持警队 所以我每年都很期待警方的连结记招 看看警队的成绩表 记得上年警队连结记招的时候 当时一哥还是现任的邓炳强局长 他当时表示 随着黑暴引发的暴力和违法情况有所缓和 警方灵活地调派了资源 并以情报主导 主动打击诈骗、勒索、毒品、严重赌博 以及一些有组织卖淫等等的罪案 警方果然做到事 在今年的记招上 现任一哥肖扎仪提到 2021年整体的破案率是38.5% 上升了0.7% 蕭sir更加表示 警方至今港区国安法已拘捕162人 超过100人已经在检控中 但仍然有别有用心的人 透过网络或媒体煽动违法行为 警方也会继续去网络情报果断执法 蕭sir也指出 社会回复稳定后 有小部分反中乱港的分子转趋向地下化 会以情报主导调查和执法 并且会加强公众对本土恐怖主义 自我激化行为的认知和应变能力 鼓励市民举报 期望会做到全民反恐 我们可以看到黑暴力量真是学精了 躲在网络世界上煽风点火 一点都不容易查 但警方依然交足功课 希望警方继续要加油 其实去年年尾 赌破黄媒立场新闻 起诉了一班高层 好像我们这些爱国爱港的市民 自然当然大赞 但黄媒和黄营又怎样看呢 我们的一哥萧sir说得很清清楚楚 他说警方针对的不是个别机构 或者是行业 而是他们犯下的罪行 萧sir强调 任何权利自由都不是绝对的 是建基于法律责任和义务 警方很尊重新闻自由 传媒批评政府是没有问题的 但任何人违法就没有资格去说自由了 还质疑个别的传媒自行停运 是不是心虚呢 萧sir每一句说的东西都说出我的心声 他更加是质问了 他说有些人一直说自由 但是苦心自问 是不是真的问心无愧呢 有传媒人就声称 新闻界面对政治巨浪 萧sir反而去问 究竟是谁轻波作浪 将无辜的年轻人捲入巨浪 萧sir也有跟我们分享 他说他曾经探过一些 因为黑暴坐牢在囚的年轻人 他们都很后悔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 一哥也批评 有些人害了很多的年轻人 亦都破坏了很多家庭 我们偶然会看到 好像记协这一类 骂警方和传媒关系变差 警方是要负责等等 萧sir这番说话 正正是说给那些黄记者 甚至是说给那些 那帮背后有不可告人秘密的记者知 所谓的责任是在涉嫌 踐踏国家安全和道德底线的 某一些传媒身上 警方的责任就是要执法 执好那些禍港禍国家的害群之马 从这个记招我们看得到 萧sir对违法者很严 对自己对警队的纪律 都是一样那么严 他提到他本人出席 人大代表洪伟文的生日派对的时候 为自己因为要入隔离刑 为防疫造成的问题致歉 萧sir跟大家解释 他解释得清楚出席的来龙去墨 原来萧sir和洪伟文本身是没有私底下的交情 或者联络的 但因为洪伟文加入了交通安全队 已经超过25年 他更加在2016年到2020年出任总监 他现在担任一个荣誉总监 过往也有参加少年警讯的活动 所以我们看到萧sir其实是为一些 长期贡献给警队的人导贺 性质绝对是公务的 不过萧sir也说自己经一事长一致 在疫情未有进一步改善之前 他和他的同事会尽量避免出席相关的活动 这个道歉市民绝对是收到的 记者又提到过去的一年 一共有37名的警务人员 因为违反刑事罪行被捕 比前年少了8个人 正如警队一向的宗旨 警员犯法罪加一等 警队以至市民都对警员犯罪零容忍 希望萧sir可以进一步 握紧警队的纪律问题 好了 讲完一些这么振奋的 警队成绩表之后 我们也要讲回灰灰的疫情关系 今天想讲讲疫苗气泡 疫苗气泡即将改名为疫苗通行证 昨天终于突破了 安心出行已经上升了更新功能 让市民如果只要他掃这个二维码的时候 就会显示到针卡和进入的时间 如果市民不加针卡 在掃描入食市或处所的二维码后 就将会显示一个红色的警告图案 还有未有储存接种记录 它的下方也有一个时间的计时器 如果市民在安心出行已经加入针卡的资料之后 当他掃描入食市或处所的二维码的时候 就会显示针卡的一个蓝色的二维码 下方也同时有一个时间的计时器 原来计时器这一招很英明 有IT的专家分析 原来这一招为了防止有人去处理 让其他人有些漏洞进入食市或处所里面 我们的特首林郑月娥昨天就说了 现时期望将香港第一针接种率 目标定在90%为路线图 并以这个定标90%为基础 去考虑调整各项的社交距离措施 讲开又讲了 本来就说大家未有社区扩散的时候 就想着2月4日年初四 就会登场的疫苗气泡 现在就落实了 就会到2月24日才实行 市民都要多等20天 在推出这个疫苗气泡的过程中 其实大家都见到政府不时在吹风试水 其实政府明明知道这一步是一定要走 我也真的不太明白 为什么经常都要又吹风又试试水呢 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 疫情没那么厉害的时候 为什么香港不早就推了出来走呢 经常都搞到爆到大家吓死了的时候 才去收紧 就是你收紧一些防疫措施 接着又去推一些东西去强制市民去做 其实一早就说到 说到口都臭 有些东西政府要硬的 你就要硬了 昨天特首出来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香港 他就说因为疫情很严峻 也有可能未来的日子 短时间内会有几何式的飙升确诊个案 所以他就说了有很多的防疫措施 不能够放宽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 他就继续有说 除了本地 他也有公布到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澳洲 菲律宾 巴基斯坦 印度和法国 这些地方禁非香港 去到2月18日 但是最吊诡的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其余的国家 就是除了这些国家 来香港就将会减 就是检疫的时间 将会由21日减到14加7 7日就是在家里自我监察的 那为什么究竟是 其实我觉得整件事很吊诡 究竟是香港很严峻 所以要收紧 但是又不让一些高危的国家 不让他们飞来香港 但是其他国家 就可以放宽去到14加7 其实 不是很明白 不过希望 大家可能都未必会很留意到 因为大家只知道 是不是这个叫做 新年和情人节 没有晚上饭吃 就是 讲真那句 长远政策 整天政府就说吹风看反应 但现在病毒杀到埋身 说真那句你万一拍 你都可大可小 政府整天做决定 是不是真的要果断一点 即未来那五年 如果政府继续用这种风格 香港会不会还有运行呢 不过怎样都好 我们未来的新的一年 一定是要展望好的将来 那就是今天的今日焦点 牛年就是今天最后 周天卫 在牛年的今日焦点 最后一集 跟大家见面 那就下个星期五 即年初四 在虎年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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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